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佳特色在於說 各位你可以看到左右半邊是時間指示 左半邊在九點位置這裡有個垂直系統的雙頭飛輪 你發現它的做工非常棒 一樣我們放到錶背來 你會發現它的機心底板特別度黑 這個錶款總共只做了六支 目前賣到只剩兩支而已 只剩兩個版本 這個是黑色 另外還有一個版本 是銀白色的 就是鋼色的版本 那郭葬我覺得這個黑色版本比較好看 比較有特色 比較特別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在投票人這個部位你可以看到它的差數器也在這裡面 所以它這邊有個很複雜的機構 好 那我們一樣繼續放到正面來呢 你可以看到 英式的甲板呢 它比較厚實 比較有立體感 那伴隨著 雙頭飛輪跟時間指示 那麼 時間盤上的陶行針 很有英國聲勢的風味 好 那這個表呢 定價940幾萬台幣 那當然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講真的啦 以這樣子的規格 這樣的做工 這樣的配備跟功能 900多萬其實 我覺得還OK啦 價格上還算適中 那麼表冠你可以看到 表冠是一個類似洋蔥頭的表冠 很好操作 你即便戴手套呢 也很好轉動它 包括飆爾 直視的 飆爾 好 非常有這個 獨立置表的精神 很有特色的一款表 好 各位 那麼今天 你看到這一款 Speaking Marine的三問頭飛人冠表呢 是今天最後的壓軸 最後的專案體作品 各位你可以看到齁 那麼 一樣 它表面的這個 做工呢 你看它很複雜的機件 做得非常細緻 那一樣是這個 音氏風格很濃厚 那你可以發現到 九點未知的這個三問波桿呢 它做得很薄 很細小 如果你不注意幾乎 不會發現的齁 那麼一樣 轉到背面來 哇 上面有 維拉斯女神的這個 浮雕 這是完全用手工去雕刻製作的 那麼 那 幫這個表呢 增設不少 那麼這款表呢 只有限量製作一支而已 定價980萬台幣 那其實 郭道我個人覺得啦 如果這款跟剛剛的雙頭飛人來講的話 980萬 一樣都900多萬嘛 其實 這款三問頭飛人 CP值比較高啦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作品 難怪可以做我們今天壓軸 好嗎